水中水墨画 我把水墨画 传统水墨画画到了水里 因为这个整个作品都在水里面完成 各位企业家 各位老师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张明聪 来自浙江宁波 是水中水墨画的创始人 真棒啊 能问一下您以前是跟画画有关系的吗 特别有关系 因为我之前是一名沙画师 这个要用火锅蘸料来说 以前您是玩干料的 现在您开始玩水料了 是吗 是的 因为我之前画沙画 那么我非常非常佩服发明这种沙画的人 无论沙画做得怎么漂亮 怎么好看 我都觉得是国外的艺术 博来品 对 博来品 那我们中国地的物博人杰辈出 那其实我们中国也可以和他们一样 有这种表演方式 为什么学到水墨呢 水墨其实我们是中国的符号之一吧 就是我能够非常自信地和国外艺术 平等对话 任何艺术都是需要新的生命 对 创新才是艺术的最好传承 对 因为我非常自豪 我们中国有水墨艺术 那么同样也可以用这种舞台表演方式 呈现出东方的娄美 大卫老师我发现一个细节 好像这个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这幅画越来越清晰了 没错 是的 而且它到目前为止 它一直在流动 对 直到我还有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放水 放水 水放了以后 等这个纸张干透 才能够把这个作品做一个定型 对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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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鼓子挺厉害 哎 这老虎好难画哦 哇 好难画老虎 到外面一个水渠这样引导是不是 噢 水渠 谢谢大家 对 高手来 能让大家大开眼界 好棒啊 谢谢 越看越精彩